Hello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大家很想吃 經常都想著 很煩的一個菜式 就是什麼呢? 紅燒乳甲 為什麼我這麼早要做這個 開機拍攝呢? 因為今天我們家裡 有三個人 今個月是生日 我們一次過慶祝 又是十人大餐 我媽媽很喜歡吃紅燒乳甲 所以我就順便 做之餘就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做紅燒乳甲 沒有大家想像 這麼繁複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首先 就要開水 加大約 至少要1500ml的水 那我就要做 這個是五隻 如果是 五隻 如果是大家做一兩隻 自然水就可以少些 然後呢 簡易 這個 有什麼什麼的 豉油雞汁 那我就 倒進去 開火 純粹 這個是 豉油雞汁 其實 就不太 不太夠 這個 味和顏色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又要 沉下去 沉多些東西 要老抽 老抽 要加多一點 跟著 然後呢 就是 生抽 現在呢 說的是 這個是 1500ml的水 加上 豉油雞汁 應該都有2000ml的水 那2000ml的水 大概 就加這個 等一下 我給大家一個 佳拉 那我先頭呢 就加這個 是 老抽呢 就足足有一殼 然後呢 那我現在呢 我就繼續加 就是給大家 我拿個殼 平常我是求鬼旗的 但是呢 就是我給大家參考 所以呢 我就拿個殼 那一殼 這個是 老抽 然後呢 兩殼的 生抽 好了 那 夠色的了 現在 但是不夠味 所以呢 我們就繼續加味 那現在呢 足足有成2000ml的水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每1000ml呢 就加一根鹽 那我現在呢 就加了兩根 如果想鹹一點的話 就可以雙倍上 OK 然後呢 我們呢 就要是 加冰糖 那這個 這個 你看看 這裡 多了 那呢 大概呢 加這個 冰糖呢 那 size 那份量呢 就是 大約兩粒 到三粒 冰糖 好 跟著然後呢 現在呢 因為開始熱了 那我就要先開開 那我現在呢 就開始處理這個 這個 處理這個 乳鴿了 那 乳鴿呢 我們買的呢 就去這個雞檔 啊 就通常現在都是冰鮮的了 就沒辦法 那 不算是太貴 又不算是 太便宜了 平均 二十多元一隻 一隻 那它是連腳的 那我們首先呢 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是 開了之後呢 就要沖水啊 那 那 又有人呢 就會去菲爾呢 我用那麼多水啊 又說我交水費多啊 那其實呢 我只是想說一句說話 大凡呢 多 就是好吃的東西 都會去菲爾 是真的 你沒有辦法的 用水是一定有 那麼一份量的啊 那我們 其實乳鴿呢 就很乾淨的 那我們呢 現在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沖一沖 它那個肚子 看看它有沒有一些污漬走出來 OK 那麼 那麼就拆開了它的腳 跟著之後 沖一沖的肚子裡面 內籠啊 那麼 那麼 通常呢 就 乳鴿呢 那個內籠呢 就比 是 雞呢 就乾淨很多的 所以其實我們呢 就不用怎樣沖水啊 那麼我就 弄勻了之後呢 我浸一浸它 浸著它了 那麼我現在繼續呢 我就要處理呢 就是 那東西是滷水啊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到底是 怎樣去處理啊 那麼 那麼除了這個滷水之外呢 那麼我們還要加些材料的啊 因為呢 這裡呢 就不夠 就是不夠這個香味啊 還有我們要披雪氣啊 那麼 那麼 隨便啦 就切幾片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然後呢 花椒呢 那麼花椒呢 就最好 下青花椒呢 因為為什麼呢 可以披雪氣啊 那麼 大概 一克左右 就什麼都夠了 然後呢 我們還要呢 就是下些香葉 那麼香葉呢 就不用多一下 三 三 三四片左右就夠了 好 那便搞定了 那麼我現在呢 這些 稍微浸一浸 那些乳鴿呢 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乳鴿都算是乾淨啊 你看 那為什麼要用水沖它呢 其實呢 那些乳鴿呢 它再乾淨的話呢 它都會有一個是 即是 會是有些血水啊 那我們呢 就要沖走些血水啊 OK 那麼就切走它的腳 那跟雞呢 就一樣啊 就是我們摸摸骨先 那最好呢 就在軟骨那個位呢 就落啊 那大家見到呢 我就很簡單 那我盡量啦 因為 有觀眾就問我啊 為什麼整個鏡頭呢 要擺這位 因為呢 我家裡的廚房呢 大家都知道是很細啊 那所以呢 有時候呢 我都要那個身 要遷就那個鏡頭啊 那麼大家見到呢 我切下去呢 就好 即是很順手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我摸骨啊 記住啊 為什麼一定要是 那個軟骨那裡 切走那隻腳呢 原因呢就是 如果你對位去切走的話呢 我們做出來呢 那些皮呢 就會 即是整熟了之後 就不會掉了啊 那現在 已經揹了啊 已經是滾了了啊 滾了之後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開始呢 就下這個 乳甲啊 還有呢 大家看到呢 我們要屈起 屈起 那個 那隻 那隻 通常呢 大家買回來的時候 它已經屈起了了 那為什麼要 要強調要屈起那隻 那隻 呢 因為呢 如果它是熟了之後呢 它是會撐開的 因為那些有筋骨啊 所以呢 就屈起那隻 就OK了 如果大家不懂屈的話呢 不要緊的 它買回來 你不要動它就行了 你不要動它 那隻雞翼啊 大家明白嗎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開始等它翻滾了喔 那 那 其實呢 我們整體上呢 那個 就是做法 其實就和 豉油雞是一樣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如果是做豉油雞的話 那當然自己開老水啦 但是呢 乳鴿這些呢 我就沒有什麼所謂了 反正呢 不用不用不用 白不用啊 為什麼呢 因為那支豉油雞汁 不是我特意買回來的 是我過年的時候 買的那些抹妝啊 它硬肯送給我的 那就不要浪費了嘛 大家說是不是 那就記住了 這些豉油雞汁呢 它就本身不夠味的 我們要調味 但是調味和調色當中呢 就不要好像呢 我們做到 好像我自己開的老水那樣 那麼深色啊 為什麼呢 等一下呢 我們下去潑油的時候呢 就如果你做得深色那頭呢 就很容易 深色那頭就黑啊 就不漂亮了 那就稍微呢 就比我做豉油雞汁呢 那盒豉油雞汁呢 就稍微淺色了一點點 但是呢 又不可以 好像普通豉油雞汁 這樣不夠色 OK 所以先頭呢 我就將它呢 就是 再加老抽啦 生抽啦 然後拿鹽 和冰糖調味啦 誒 誒誒誒 原來我漏了一件事 什麼呢 其實呢 你想它惹味一點呢 因為通常我講過 就這樣下滷水呢 它是不夠味的 那通常呢 我們第一 第一趟的滷水呢 我們是要增味的 那拿什麼增味呢 通常呢 就拿雞粉啊 那啊 為什麼我這麼堅持 經常都要用 舊的滷水呢 原因呢 就是 因為呢 舊的滷水呢 它有上一手的那種味啊 那變了呢 就 它出來呢 那個滷水的味 就純和很多了 它又有肉香的味道啊 但是都不要緊的 因為你一次半次的話 就沒什麼所謂啦 啊 啊 好了 那現在大滾了 那我稍微呢 大家看到我呢 就不斷不斷地淋啊 啊 好 然後關小火 看著了 看著我那個火力控制啊 將它關小 向右手邊 關燈心火 跟著燈心火都還不夠啊 再 在右手邊呢 再拉一拉它 拉到最盡為止 這樣呢 就會令到呢 那些水呢 就不會大滾 它只是保持那個熱度而已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下這個 是 嗯 酒吧 那 那酒呢 要下什麼酒呢 嗯 廣東米酒也可以 最好的 當然是什麼 當然這個 玫瑰露 是吧 玫瑰露 就香很多的 那大概呢 這個是 五十mil 到一百mil 左右 嘩 這麼重的 是啊 這樣才有它的荔枝香 那 如果是你肯下玫瑰露的話呢 其實呢 就好味啊 酒樓啊 燒蠟蕩那些 因為它們 不肯下 下這麼重的 OK 好了 那我就 這個時候差不多了 好啊 接著我就上鑊蓋啊 那就蓋住它 那 那大概 那 乳鴿很快熟的 15分鐘什麼都熟的了 OK 好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要做 另外一件事了 想它惹味一點呢 我們就要 侵些東西下去啊 大家猜不猜到 我侵什麼下去啊 肯 肯是侵這個蔥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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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緊要呢 這些蔥呢 就很乾淨的 所以我稍微沖一沖它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 切了個頭 那 稍微呢 將爛的那些蔥葉呢 就撕走 那 現在的紅頭蔥呢 很不美的 大家看看 幼到 但是呢 它這樣的幼的 又有好處啊 啊 什麼啊 做這些呢 拿滷水呢 就不會覺得浪費啊 啊 跟著之後我們怎樣打蔥球呢 拿它 拿軟它 啊 大家看不見到 那呢 有些呢 它就脫掉的 脫掉就有得它啦 斷就有得它啦 那我拿軟了它之後呢 我等一下呢 屈個蔥球呢 喏 大家看不見到 屈個蔥球呢 就 就容易得多了 那 那 不靚的蔥球有這個好處 因為它那個頭呢 很軟啊 那所以呢 我屈個蔥頭 即屈個蔥球的時候呢 就可以很靚了 那 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扔下去 為什麼要加個蔥球下去呢 這樣呢 就可以是 那些滷水是更加惹味的 那如果大家不想用蔥球的話 可以有什麼代替啊 用這個乾蔥頭啊 切片 是一樣的啊 效果啊 那我就這樣扔下去呢 就這樣是 煮熟它啦 那那呢 那間不中呢 我們呢就要是 就是 要是 淋一淋個面子啊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怕它不熟 是因為呢 這樣可以呢 那個顏色呢 就更加穩定啊 OK 那我稍微呢 噴一噴一點色 它上色了 接著我們呢 就繼續蓋鑊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沒有什麼蒸氣呢 那我讓它關掉 它不要讓它吵 OK 那現在呢 就還有大概 十一二分鐘左右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是不是很簡單了 是啊 整熟了之後呢 我們跟著然後 風乾一陣呢 大概 兩三個小時 到半天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的效果更加好呢 當然是隔晚啦 那 我懶了 所以早上做 就晚上做 OK 好嗎 好 那等我等一下呢 這個 要油炸的時候呢 我再開機了 那我風乾的部分 不用給大家看了吧 OK 好嗎 好 那下一個收看 好了 那十五分鐘就過了 先關火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個背部呢 就不夠顏色的 那我們呢 就稍微 啊 我們呢 就 反轉它 哇 好香啊 那有薑 有蔥 有 有 這個是 花椒 香葉呢 那就夠了味的了 就不用了 就落足料下去的 啊 那麼 啊 現在呢 我們單純地呢 啊 就是單純地呢 就這樣呢 拿這個 是現成的滷水汁 再加一點點料下去呢 就已經是很足夠的了 那麼 還有呢 那 我先頭就加了是 鹽啦 啊 冰糖啦 就雞粉啦 三樣東西啊 如果呢 大家不想那麼鹹的話呢 就可以減半的 如果想再鹹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加一倍的 或者是加50%的調味料下去 這樣呢 就可以呢 令到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乳甲呢 那個味道呢 就和大家呢 就 就是 比較配合到大家的味道 那麼大家會見到 那些顏色呢 就和這個豉油雞呢 就相差很遠的 啞色很多的 但是不要緊的 啊 不要緊的 為什麼我是用現成的呢 第一 多餘的物資 那第二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 其實我是試過 是用 就是很多年前 我就試過呢 用我自己的那碗滷水呢 就去 滷它 但是呢 結果呢 是啊 我現在這樣做完之後呢 那個顏色呢 就很漂亮啊 但是呢 要焗啊 要炸呢 就出了事了 就很容易焦的 所以呢 就後來呢 我避免呢 就是它容易焦呢 所以呢 我就不用我那碗 那如果有觀眾呢 是 嗯 跟著我做的那個 那個醬油雞汁呢 如果那個醬油雞汁呢 還在那裡的話呢 大家千萬不要偷懶我 就 就是把那些乳甲呢 就扔到那個醬油雞汁那裡浸啊 不是 是把那些醬油雞汁呢 另外 倒開它 一半 然後再加水下去 就溝淡它的顏色 啊 加水下去呢 大概的比例呢 就是 嗯 一份的滷水呢 就加 20-50%的水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呢 滷水的顏色呢 就沒有那麼重 啊 這樣呢 就會做到好像現在這樣的顏色 但是呢 到時候我們炸也好 焗也好 啊 其實 這個如果大家不想油炸呢 其實可以用焗的 不過今天呢 因為太多東西做了 所以我就 我就問我 是不是你想用焗啊 那我說 為什麼要用焗呢 他說你以前做乳甲也是這樣做的嘛 這樣 那我說 今天我不開爐了 我就這樣拿炸了 為什麼呢 炸就會快很多 焗呢 就很麻煩的 即是時間長一點啦 那所以 都是用炸啦 這樣 那就記住了 啊 乳甲和豉油雞 那個雖然都是用回差不多的料 不過呢 乳甲呢 是不可以這麼深色的 你 如果 你就這樣吃的 你說是豉油黃乳甲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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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做個 這個是 豉油雞那樣 那就可以 沒有問題 fine 你就這樣用回這麼深色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炸要焗的話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要調淡色 OK 行不行 好了 是提點這些而已 那因為呢 先頭呢 我就沒有翻過背的 那我現在呢 揭開蓋之後呢 我就浸多幾分鐘呢 就等它的背部就上色 跟著之後呢 我就要吊起它 就風乾了 OK 那等一下 我吊起風乾那裏呢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那呢 跟著之後再下一個鏡子呢 我們就直接炸一下 我 我假設 大家都明白 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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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裏呢 就真的工具很齊全的 大家看一下 啊 我有這些歐啊 這些歐呢 就剛剛好 就是五隻 專門拿來弄乳甲的 啊 為什麼又特地為了弄乳甲買這些東西 因為我媽媽喜歡吃的嘛 啊 OK 好嗎 那這些歐呢 去哪裡買呢 就是去上海街啊 那些廚貝店那裏 那裏 大把一間間都有的了 好啦 那下一個縮見 那就直接油炸了 那如果大家呢 關於是 風乾那裏有什麼不明白的話呢 或者有什麼想問的話 麻煩呢 大家在留言區那裏 留言給我就問我 到底風乾是怎樣 OK 不過等下我炸的時候呢 我拿起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怎樣的一回事啊 好 那等下下個縮見 好啦 大家晚上好啊 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 我呢 就是 我家裏呢 三個人生日 又開大Party 現在大家看到 咦 喂 為什麼這麼乾淨呢 因為呢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家廚 如果想在家裏呢 就煮得 即是順順利利啊 或者是煮得越來越多東西的話呢 我們呢 除了是時間管理之外呢 空間管理都很重要的 那 那 給大家看一下呢 我地上有些什麼 啊 有沒有看到啊 擺到周圍都是東西的啊 那 那 現在呢 我就掛著乳鴿在這裏 我首先呢 我就清了這個位先 清了這個位之後呢 我就再用 即是再擺其他菜 然後呢 等一下呢 就是 這個鍋呢 我都會是 兩個爐頭都會用盡的 OK 那 那 就這樣了 下一個鏡頭呢 就大家看一下 我怎樣鋪排了 那就可以呢 今晚一刻呢 我就做到八個菜出來 八個菜啊 哈哈 厲害嗎 現在呢 就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之前呢 由五點多做到現在呢 就七點多啊 那呢 就已經做了兩個小時 我所有的前期功夫都做完了 那我現在呢 跟大家講話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 是 跟油加緊溫的 就是加緊熱的 OK 那 就 前期呢 我已經做了兩個小時了 那後期呢 就大概做一個小時左右 就出了八樣菜了 那就好了 那不跟大家講了 我就 因為呢 有紅燒乳鴿啊 那我這個呢 另外有一條片呢 就會跟大家分享 怎樣 很簡單 做個紅燒乳鴿的 OK 那下一箱呢 就看看我怎樣去安排 這個時間的管理了 好了 那那 那 油呢 我就已經是燒到呢 就是去到 180度 即是所謂的六成 以上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是 進一步去處理這個是 乳鴿 那怎樣做呢 放下去 咦 似乎都不夠油溫喔 挺有錢的 那我看看先 鵝肥是測錯了 那 再高溫一點點 等它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有100 那那個中間的溫度啊 大概啊 有100 這個是 100 這個是 90度啦 那我呢 就整隻拿下去 哇 那些油啊 好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潑油了 那這個呢 潑油的這個動作呢 就大概 就是 潑它 五分鐘左右 平均呢 就 每 每分鐘 就三十下 那 那大家現在 有那個反應 那 那 那 鮮頭呢 那個顏色呢 就不算是太過什麼的 就是不算是太過 這個 這個 是 深的 那大家看到呢 我不斷潑 那現在呢 就稍微 我先稍微小一點 我們現在看一下 對了 維持著大概200度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些 乳甲呢 我不斷在這樣潑油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 顏色呢 就會越來越深的 那 為什麼要潑油呢 為什麼不下去炸呢 那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如果我下去炸的話呢 那些油呢 就彈到周圍都是 還有呢 我這樣呢 潑油呢 是會令到呢 那個 顏色呢 就更加均勻 啊 就不會說 哎呀 有一邊不夠色啊 那樣 我看到那邊不夠色呢 我就 把它呢 就是潑多些油啊 那它自然呢 那個顏色呢 就會很均勻的了 那大家會見到 鮮油都還很淺色的 大家見不見到 我不斷地潑呢 那個顏色呢 就會越來越深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呢 我們 先頭我已經說了 我說我下滷水的時候呢 那個顏色不可以太深 啊 我之前奶過的東西呢 就是想著懶聰明啦 啊 拿我原本的 就是 那些 那些 醬油雞汁來做啊 那但是我的醬油雞汁 大深色了 那我這一次呢 我就 就是 剩餘物資利用 那大家見到呢 那我可以拿一隻 未炸的 和大家 比較一下 那個顏色 看到嗎 啊 炸了和未炸的 潑了油 和未潑油的 OK 那我現在呢 去到一百九十度 就是我生小火嘛 我現在 給大家看看 那個溫度 依然保持六成油溫啊 就是一百八十度以上 那大家見到呢 那個 乳甲呢 就非常之美啊 那個顏色啊 那大概呢 潑它呢 就 接近五分鐘左右 那如果我每分鐘是三十下的話呢 就是一百五十下油啊 潑它 潑它 那我現在呢 就換一換姿勢呢 等它均勻一點啊 那這個 就是潑油這個動作都幾 考人的臂力啊 因為為什麼呢 我伸直的手很累 真的不是說笑 不然 不過好吃的東西 就是要時間的 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看它的顏色 漂亮嗎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油溫呢 就降到一百八十度 了 沒錯 一百六十七度 這個時候呢 我又要開大火了 OK 那不好意思啊 要給大家看到那個 我控制油溫那個 那個 那個 方向啊 好 差不多可以了 哇 我的手很累啊 大家看看 喜好嗎 看 是不是跟酒樓一模一樣啊 那再加上呢 那再加上呢 我鮮頭呢 我落那個 就是那個滷水啊 落那些香料粥的時候呢 哇 我鮮頭啊 做緊事的時候呢 整個廚房都是香的 還有呢 聞到一股味 是很明顯的 很夠味 就是通常呢 那些乳鑑呢 就是要是 那些懷鹽啊 或者是蘸這個醬汁吃的嘛 那但是呢 那 通常呢 那些 就是要蘸味的話呢 就 它那個肉呢 很淡口的嘛 但是呢 我這個呢 我聞到那股味 我都已經知道呢 就夠了 鹹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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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煮就焦了 好啊 好啊 自己看個時間吧 差不多是五分鐘了 煮了 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色澤不是很均勻呢 所以就是潑油 就是有這個好處啊 好 現在呢 我再量一量 溫度 先 去到有190度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啊 我就 這樣啦 三尺一尺 這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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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眼啊 爆了啊 因為那個油溫啊 好啊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關小火啊 因為呢 那個油溫呢 比較高啊 好啊 喂 有沒有人有空可以來幫一下我手啊 我隻手好累啊 來 好啊 開手指 穿著它 這樣 反轉隻手 啊 可以了可以了 來了 來 找我兒子來幫忙啊 低一點低一點低一點 不用怕啊 很安全的 好啊 看 已經彈到了 小小啦 有的 炸得漂亮嗎 沒有 這一次 啊 是最完美的一次啊 因為要拍片啊 你又賣又喜歡吃 啊 是不是很累呢 還好 還好 OK 我要插著這隻手啊 真的 不知道在練肩膀練得到 OK 在拍片啊 你知道嗎 好 反轉 調轉筋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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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幫我數一下 到底呢 就是 就是 我是潑到多少下油啊 大概啦 150下 五分鐘 差不多 喂喂喂 那個屁股不要碰到 不然間呢 炸焦了 是 低就還低啊 不能碰到油啊 有些酒樓或者餐廳 為了要大量製作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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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夠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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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了 你看到嗎 深色 不是焦了 是深色了 即是有些餐廳呢 他為了要大量製作呢 他就用油爐去摘 你看著那隻腳啊 碰到那些油啊 是的 抄高一點點 是的 你看著我這樣做 都是學到廚藝的 知道嗎 第二天可能 你大過了 突然間有一天 喜歡煮東西吃 你就傳承到我的技術 那 那 這裏 過少少 不是 對了 這裏 這裏 因為那個背部 那裏差少少顏色 等等 我先看一下溫度 都還有187度 190度 OK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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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 我先頭一個人做了 所以其實 你想一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做魚鴿已經這麼累了 如果我做一隻 當紅炸子雞 豈不是更不得了嗎 當紅炸子雞 起碼兩斤重 大佬 好 那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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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這裏 是用炒灼 而不是用锅铲味 炒灼在聚热厨房来说 对它们来说是最方便的 油炸 像我这样搏油也没问题 炒菜也没问题 是什么事 是你的手弹还是它自己弹 我的手自己弹 我怕烂掉你 好 放一下 哇 多生猛 你看 懂得震的 是你的手震还是它震 我肚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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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行 无论我们 筆多少灼都好 就是 淋多少下油都好 其实我们要目视 看看它的颜色 很明显它现在的颜色 就未够是 鲜头那两只那么漂亮 所以就继续撥下去 因为它是三只 这个时间应该理论上更长一点 两只呢 理论上呢 就会是 短一点的 我搏油都搏到手 手累了 你说有没有搞错 看来我们两个人 一定要做运动 不是 是我而已 快点去做运动 快点去做运动 那大家会见到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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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口的位置呢 就比较受热啊 那所以呢 它就 会是比较容易焦 给我弄回 好了 我弄回 我控制得好些 OK 那样 差不多了 我就叫我儿子切它了 因为呢 我怕做运动它 所以我慢了 每一杯油 那我自己呢 就可以控制均匀度 那其实呢 就是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整天呢 是炸东西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已经和大家说 其实是没有标准时间的 只不过告诉大家 那个时间呢 就是 是大约数啊 OK 好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油温是多少 那时候呢 都可以先看它 都会维持187度 都会维持187度 那够油温的话呢 就删担小火一下 直至油温可以是OK为止 现在颜色差不多了 好 关火 继续上色 補部分不够关的位置 现在关火了 这个油要大概10分钟才可以降温 现在我关火的初期 它的温度依然是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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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汤壳的 这个尺寸的汤壳就是不同形状 就是一颗老抽 两颗生抽 再调味就是两茶匙的盐 跟着两茶匙的鸡粉 冰糖呢 放的份量大约就相等于两至三粒的冰糖 不是 两至三粒的方糖那么大小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就加姜片 花椒 香叶就够了 想它惹味点的话就加个葱头 我为了美观点做葱头 但如果自己在家做葱头 就随便扔葱葱 如果没有葱的话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就是干葱头 干葱头就切片 可以吗 OK 这样就可以令到它更惹味 好了 跟着然后呢 煮滚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再加这个玫瑰老酒 那加玫瑰老酒呢 成本就重很多 但是就味道呢 就香很多的 行不行 先头呢 我说整个厨房都是那种香味 跟着然后呢 就删到最小的火 慢煮15分钟 是最小有这么小 可以这么小 跟着然后呢 我们可以的话呢 就吊起它隔一晚 即是风干 或者是起码三个小时以上 风干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 做到这个非常脆皮的 这个是红烧乳甲了 至于油温那里呢 按照珠玉厨房的说法 就是六成油温 那六成油温就是多少啊 其实呢 就是180度 因为油呢 你烧到过300度 它就会着火的 OK 行不行 所以呢 很容易着火啊 所以呢 通常来说呢 300度的六成就是180度 那大家先头都见到啦 我是大概维持在180度至190度之间 那如果呢 它升到上去190度的话呢 我们呢 就要是 生小火 它只需要维持的温度就OK的了 行不行 记住啊 那啊 跟着之后呢 大概呢 你潑油呢 就潑它 就是拿任何一个不守钢的壳 那呢 就潑它大概呢 五分钟左右 那这个是大概时间而已 有多也有少 视乎你多少 比如说 我先头三只羽甲 和两只羽甲的时间 已经不一样了 那我希望大家呢 要懂得去聪明地运用时间 其实呢 我们就用一只眼看 我先头其实没有计算的 我纯粹是用眼看 哦 差不多可以了 那样 那还有呢 因为它的高油温 你要记住呢 它不是十足的颜色 你就要很收手了 因为为什么呢 去到九成半左右的颜色就很收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油温会继续焗到它呢 那个颜色就会更加深的 那我现在呢 那个颜色就刚刚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 是烧鵝的颜色 美不美啊 大家看着美不美啊 所以呢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大家细心就可以了 不过呢 先头大家都看到 我要找我儿子来帮忙 为什么呢 哇 大哥 我这样带牢的手机 这样勾住呢 都挺辛苦的 ok 所以呢 尊业厨房要尊敬一下 因为他们做到这个出来 当然我先头都说了 尊业厨房那一刻 其实可以偷鸡的 直接整个扔了下去 那个炸炉那里炸 更快靓正 不过这个就 厚厚了 但是呢 我先头那个 潑油的动作 基本 虽然我不是 就是不是好像尊业厨房那么消灑 但是基本动作呢 就是 其实就是尊业厨房的动作 ok 行不行 那就是这么多了 那等一会 我斩那里呢 好像斩鸡那样 一开四就搞定了 懂得开啊 要不要我开给大家看 应该不用了吧 如果是 大家真的不懂得开的话 留言给我 问我 如何开这个乳甲 我要开着酒楼 其实一开四 如果大家跟着我 我斩过白切鸡的话呢 其实就知道怎么开的了 好吗 啊 有不明白 就在留言区那里发问 ok 好了 那就是这样了 我就煮下一餐 下一道菜了 拜拜 好了 最后我都是决定 就是 是 跟大家分享 怎样去开这个 开这个 乳甲 那 大家等我一会 我先放一把刀 好 那我呢 我就拿一把 烧过毒的骨刀 那很简单而已 哎 sorry 这个烧过毒 但是这个 砧板还没消毒 那我呢 就要是 把砧板铺好它 接着放一个熟食砧板 好 跟着完之后呢 啊 在屁股那里 用刀尖 啊 慢慢 啊 那 啊 啊 啊 那边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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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的時候 其實開的時候 就好像是 做雞一樣 OK? 斬雞一樣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技術 這樣的技巧 好 放在這裡 我就先斬了這麼多 大家會見到 就是希望大家會見到 是怎樣開 跟著之後 我們吃的時候 放淮鹽 以及 放喬汁 喬汁方面 我建議 什麼事? 不要嚇我 心血小我 年紀大 就用這隻 然後 這個是 如果有機會 就自己炒 這個是我自己炒的 我加了花椒 就會更加惹味 至於這裡怎麼炒呢? 之前我找回那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怎樣炒淮鹽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不跟大家說 煎頭已經做了一個總結 我又去做下一個菜 拜拜